來達到 這個提高效率的這個目的 那裡面當然需要學東西其實還蠻多的 我們今天只有7個小時 7個小時要把 這個大部分的函數 講清楚其實不是太容易 所以我們 舉那個最近要的部分 讓各位了解 那你要學的其實不是 每一個函數的使用方法 每一個函數 要把它背起來不用啦 其實主要是要學什麼 它的一個固定的使用邏輯 因為函數它怎麼去使用 它有一個固定的方法 而且也會提供給你一些對應的說明 你只要懂得 他要跟你要什麼資料 你給他他要的資料 他就會給你你需要的結果 那當然我會把這個函數分成五個類型 五大類函數 那也就是說 各位應該都有call那個範例的檔案吧 那今天7個小時 我們就是用範例很具體的 不會講很抽象的東西 反正你做出來就是你會了 OK然後呢 接下來你也許可以把 學會的東西 用在你工作上面 當然我很希望就是 在 學完這個課程之後 你們的工作效率都可以提高 相對的你也會比別人 還來的可能 早一點下班 不需要加班 或者是說你可以多出很多時間 那多出很多時間 今天你也可以在學習 還蠻建議你一定要在學 因為你不學習的話 未來的工作會很辛苦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來 簡單介紹一下 那個我 武朗路上其實可以找到 那 我大概先簡單講一下 我們這個課程 大概有 分成 幾個單 幾個步驟 第一個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自己 參考書目 然後課程簡介 那課程的話 就我剛剛講的 有五大類函數 會挑 比較 比較重要的那些函數來跟各位做說明 那方法其實原理原則差不多 最重要你是要學會 函數的操作技巧 OK不用死背啦 這些東西其實主要目的就是 幫你 簡化 工作流程 那進一步當然 可以 更高速啦 不過這樣你如果越斜 你會覺得越有成就感 相對的是一個正向循環 因為你有時間 你 會因為這樣關係 提高效率會有多億餘的時間 你會想要再多學一些 然後越來越學越多 相對的你工作也會越來越流暢 OK 那首先的話我剛剛講過 那個 在網路上找到我其實還蠻容易的 所以其實 另外一種的說法 我應該也算是網紅 因為現在 比較 比較潮的說法 叫網紅 那個網紅 因為我是 我不是故意要變網紅 但是我只是 喜歡分享 因為我覺得這很重要嘛 如果只有給我上課學生學會 好像感覺 效益不大 所以我會希望 給各多的看 然後我也把我上課影片錄下來 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也不是只有台灣人看得到 全世界只要連 YouTube人都看得到 所以 我因為這樣關係 認識很多 不是只有在台灣的 學習對象 在美國也有一些學生 華語嘛 聽得懂 因為台灣還有這麼好的內容 OK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把 那個大數據分析的概念 搬到學校 所以 TVBS就來採訪我 這是在原子大學 那是前一陣子的新聞 另外的話 自強工業基金會 也頒了一個獎項給我 叫做什麼呢 卓越貢獻教師 不過這什麼意思 我也不太懂 因為 一直想說 我這麼認真的這麼多年 會不會有人頒一個獎頁給我 果不起來 我下課真的就收到這個獎項 就剛剛那個 OK 那另外的話 跟大數據分析有關的課程 其實 知識會找到我啦 因為我常規會在像 文化進修推廣部跟 東吳進修推廣部 開設大數據分析的課程 用Excel來做這些事情 因為大數據分析 我想是未來趨勢啦 這幾年慢慢會發酵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質量越越多 你不可能說透過人工的方式 去處理大量的資料 所以怎麼辦 你需要一些 工具 幫你達到這個 目的 那哪一個工具最簡單 其實手邊就有啦 Excel就是啦 對不對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工具 那 我是覺得啦 如果你不想要 太複雜 其實把Excel學好 基本的問題應該就可以解決 你分析完結果 像Excel裡面還有小微的樞紐分析表 還有 製作圖表 這些其實都非常夠用 那坊間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工具啦 不過那個工具叫自由軟體 什麼叫自由軟體 意思就是說 不用花錢 可是你不花錢 有問題怎麼辦 那也是你家的事情 那Excel它是付費軟體 所以 如果有問題 廠商要負責任 OK所以最近也在 我看一則新聞是說 因為現在政府 經費拮据 所以不希望再授權給微軟 那怎麼辦呢 他不希望用office 那用什麼呢 用自由軟體 現在很多嘛 Openoffice 什麼Libra的那個office 都不用錢 可是問題 我想說 如果大家都用的話 可不可能 其實是可能的 可是問題呢 發生問題怎麼辦 誰幫你解決 自己解決啊 那其實就是承擔風險啊 那我後來發現 其實如果你用自由軟體 OK是沒有問題 但是 如果像我們 是有能力解決問題的 OK沒問題 但是如果一般人 光一個 表格的儲存格格式不一樣 或者是輸出報表 只要有一點點不一樣 你就頭大了 誰要幫你解決 我看你一整天就要趕快的事情就好了 所以當然怎麼辦 這我想提外話啦 所以大數據分析這個啊 像 我也在 公務員訓練處上課 他們現在就主推就是什麼 就是要把那個免費軟體融入進來 看能不能把所有公務員交會 讓他們使用免費的 那這樣的話 政府一年就可以少十幾億的 那個 給微軟的經費就十幾億喔 那整個台灣每年 給微軟的 就是大概 七八百億的那個 軟體授權費 對喔 哇那不得了 所以其實他也對啦 如果台灣 大家呢 由政府開始 不要 就用微軟的 不過當然這個我想 應該短時間沒有辦法 因為已經重步太深了 因為 Excel已經用了超過二十年了 你二十年 做的事情 你要一下改變不太容易 所以也許啊 可以慢慢做 但是 不可能一下子看到成果 不過再提外話 好那我的經歷部分的話 因為 我可能比較值得提的就是 我在城市設計至少有二十年以上的經驗 早期是城市城市設計師 然後呢 後來有創業經驗 有五年的 那個 執行長 資訊公司執行長的經驗 那也獲得了那個 經濟部班的一個 這個叫 金豐獎 傑出創業楷模 所以其實我也很兢兢業業的 那能夠賺錢 創業能夠賺錢 後來我發現 最好是 都盡量不要請很多員工 然後呢 所有事情都 自己做 才有辦法賺錢 那時候我發現 創業太辛苦了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會在很多流程上面 盡量簡化 都不要用人 那怎麼辦呢 就用寫城市的方式解決 OK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把練就了一生 好本領 OK 所以現在可以比較 可以輕鬆一點 也可以 那再來的話呢 我在 學校單位 各單位 剛才有講過 另外 在YouTube上面 我的觀看資訊也超過 現在400多 至少超過500萬 訂閱人數的話 也超過 16000了吧 然後證照的話 超過30張以上 那觀看資訊 然後因為這樣的關係 報告每個月都會付我一些錢 也是贊入我旅遊基金 所以我出國旅遊的錢 其實都報告給了 OK 然後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也參與了一些認證 就是證照的那個設計 那 再有關參考書目部分 我是建議啦 如果說你要真的 好好的 提高工作效率的話 可能手邊 至少你要把ECL學會 那ECL呢 在ECL的函數 內建的函數 至少有250幾個 那這些函數的話呢 不是要你背 是要你熟練 而且要知道怎麼用 那裡面的話 我介紹一本書啦 像這個有一本 叫ECL的 468招 實際上它就提供468個 範例 那如果你有心啦 你把每個都練過的話 哇 不得了 你以後 算函數的高手 OK 所以如果你懂得這樣用的話 那再來當然 還有一些啦 後面有介紹一些就是 有關 在以上函數如果做不到的話 那現在又 會需要延伸性學習啦 不過這可能是進階或高階才會用到 我們這基本基礎 基礎班可能 不會講那麼深 但是你大概有概念說 很多工作呢 內建函數做不到 怎麼辦呢 你可能 要需要學什麼 自己去產生那個 函數 或者是說有 現在有一鍵完成了 按下按那個按鈕 自動把所有事情都搞定 自動化 那不過這前提是你要學 一個叫VBA 就是 其實就是做一點程式啦 但如果你會的話 工作其實非常的輕鬆 那以前我的工作很多地方 我會把所有的 流程串在一起 一鍵按下去 所有的事情就搞定了 簡單講起來 比如說像 合併工作表 假如一堆工作表要變成一個總表 那你以前的做法怎麼做 複製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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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會用VBA的話 它就是幫你處理 重複性的事情 按下按鍵 所有的資料 通通放在總表裡面 就是一個按鈕 甚至可以把它列印 可以把它列印出 產生一個報表 自動列印 或者是自動產生PDF 自動寄給他需要寄的人 那這些其實就是自動化 那不過這個 當然門檻比較高一些 你可以先從函數 再慢慢 往上爬 未來你會發現 工作其實相當有成就感 或前提是你要把那個事情做出來 那其實我覺得還蠻愉快的啦 對我來說我覺得 多學一點東西 對工作其實有正面的幫助 那另外就是說因為我們有一個講義啦 不過講義的話基本上內容 很多地方 需要放的但是放不下 那所以有一些東西我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如果說呢 在講義裡面 還有需要 比如說你可能 你選了基礎課 但是你還是覺得這太簡單的話 雲端上有非常多的補充範例 那我的雲端上面的 設計主要是一個練習檔 會有一個解答 那怎麼做 其實就跟我們現在上課講的方法是一樣的 那所以你如果想要學更多的話 請你連到這個網址 直接在瀏覽器上打 goo.gl 98 qt qt大寫 hk小寫 那你如果連上去的話 或者用qrcode 手機裡面也可以連上去 連上之後的話呢 就會看到有這個畫面 不過因為你們這邊好像那個 網路有受限還怎麼樣 所以 要不就用自己的手機連 就是用手機連電腦 然後 可以連上之後的話 這邊有雲端白板 有範例檔等等有更多 那你可以點選雲端白板裡面 這邊就有很多的參考範例 也是五大類 然後加一個綜合練習 還有其他補充範例 那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這邊 入門的部分呢 就是同學發的問題 有些同學問的問題 我覺得那些問題還不錯 那我就把它集結放在 那個什麼 這個地方 像 舉例說明 比如說像同學 那個什麼呢 之前有問的一個 也是跟各位同業的 就是計算什麼儲存格中 資料的數量 他這個數量是什麼呢 就是說呢 比如說他每天都要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呢 就是去算 這個畫面裡面商品名稱到底有幾個 有沒有比如說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那個畫面上面A欄的地方 這個畫面稍微放大一下下 就是A欄裡面呢 比如說金什麼E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個殘險的名稱 那一個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這邊底下有一個 頓號兩個 頓號三個 然後他怎麼樣 他每天就要算 12345678910 然後把10 填到後面去 然後底下的話還有 12345 好不好 有沒有5個 123 他每天就是這樣算 然後有很多的殘險 然後問我說 老師有沒有辦法讓他更快 當然可以啊 因為如果你每天這樣算 我說你真的每天這樣算 他說對 哇你很厲害 這樣浪費時間 其實你需要怎麼樣 用函數解決這個問題就好了 後來我就幫他寫了一個函數 不過這個函數 可能又稍微難一點點 有興趣同學可以自己看一下 其實你可以把什麼 這個函數 貼到那個 我剛剛講那個VBA裡面 貼上去之後就會產生一個 叫做商品比數函數 然後你直接 把他 打勾之後的話 答案就出來 向下填滿 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他看 好方便喔 所以類似有這種做法 還有像 昨天上課 有同學問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什麼 兩個資料的比對 像買超賣超 因為他是金融業的 他希望怎麼樣呢 做出就是說 我一個清單裡面 有出現的 買超的 那 請你幫我把 買超的那部分 用 那個什麼 底色變黃色 我要知道說哪一些是買超的 那這個動作當然呢 如果你沒有 更好的方式的話 像這個啦 這個填 你 不是要手動的喔 你要用對方法 比如說哪一些應該要 把它標示 哪些不要標示 那其實類似像這一題喔 這不用寫程式 很快可以做出來 那主要是用一個函數叫 Counif Counif函數的話 我們可以比對兩個範圍 到底 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有出現 有出現呢 那我就怎麼樣呢 算一下有 有的話就1 沒有就0 那我就把那個1跟0 用篩選的方式 先把它 產生1的部分 那把它格式化之後 出來看到結果就這個了 其實大概就是用一堆方法 反正你可以很快的 解決你 眼前的問題 諸如此類的 那有很多的其他的參考 如果有興趣同學可以自己在 雲端上面找到這個連結 裡面有蠻多東西的 OK 那再來我們就要進入到我們課程的主題 因為我們要在7個小時內 把5大類函數 稍微舉例子啦 不過 因為時間非常有限 7個小時裡面要講這麼多東西 一般呢 外面上課的話 至少都是30個小時以上 的課程內容 那我們要在7個小時濃縮 來上課的話 其實是 有點不太夠 但是我想盡量的我們就是 把最重要的部分 交給各位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先從那個文字與資料函數開始 那請各位 待會先幫我做一件事 先 後面的部分 請各位就是先開啟 我們的練習檔 那練習檔打開之後的話 會有5個資料夾 那前面都有編號 01 02 03 04 05 那後面我們7個小時就是 先01 再02 一直到05 今天課程就把這 5個資料夾裡面的範例講完 那就完成今天課程 很簡單 那你需要做的就是說呢 你 我會先大概跟各位解說一下邏輯 然後你可以試做看看 如果可以 你就自己先找 怎麼樣 用你會的方式做 那如果不行 我會解說 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式 OK然後呢 你也許聽 但是有些 盡量我會講很慢啦 那當然如果你還是 聽不懂沒關係 我也把 整個課程 錄下來 然後剛剛 同人有說就是說 會到時候會 再用那個YouTube的方式 會給各位兩個禮拜的時間 去 複習 如果 所以上課假設啦 你一下沒辦法聽懂沒關係 反正你就先大概了解 回頭的話 再去把它做 做練習 做複習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先把那個文字與資料函數先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請各位看一下那個綜合練習題 那當然我們是藉由範例去了解啦 從做中學我覺得會比較具體 因為你先學 但你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其實有時候講理論講一堆 但你還是做不出來 很多人也是去坊間買書啦 買書回來之後放在那邊 因為 看完之後還是做不出來 很多啊 尤其是 學那個 什麼程式設計的 那更是困難 所以有很多同學說 老師我聽你一次上課 比我那個 坐在那邊做一整天還來的有效 因為他把書買回去看半天 他還是做不出來 我說 其實本來就訣竅啦 我告訴你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那至於細節呢 你自己再去看書 而且你做出來之後再看書 你會 比較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其實讀了很多東西啦 但是都理論 純粹理論 所以很多人很會講 但是不會做 OK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主要要解決 第一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 請各位 看一下這個 練習的綜合 綜合練習裡面 那你們可以看到那個綜合練習裡面 第一個 他需要的邏輯 其實是把F到H欄 這三欄裡面的資料 把它 串接成一個 標準的手機格式 那所謂的標準的手機格式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標準的手機格式 其實就是把這些串完之後呢 變成 09有沒有 所以 他提供給你的就是 09後面的那個數 兩個數字 0911 有沒有 然後一個 減的符號 減的話是minus符號 再 加上一個84 不過84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他一定要三個字 OK 如果我說你要 他不是叫你用自己打的 會不會有人自己打 應該有啦 不過像這個是電信公司提供的 一個上課 因為他內訓的時候提到 他說客服人員每天都要處理幾萬筆 幾十萬幾百萬筆類似的資料 那怎麼可能用人工打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是要你用函數解決這個問題 OK 那裡面的話你需要知道的 第一個 如何 把不同的欄位資料串在一起 所以你會需要 學會一個 一個叫什麼 and的符號 這個是串接符號 應該有用過吧 and這個串接 就把不同的欄給串在一起 還有把 那個 不同的儲存格資料跟 文字串在一起 文字通常是前後會有雙語號 OK 然後把文字 跟欄位裡面的儲存格資料 串在一起之後 這個可能第一個你要知道的 第二個是什麼呢 那如果我的字裡面只有兩個 那我要重複補一個零嘛 因為加起來才會三個 因為一定要三個 所以呢要怎麼樣解決 如果一個字的話 像7 那前面要補兩個零 為什麼 因為 一個字 那我最後要三個 所以缺兩個 那你可以用3 去減 它裡面有幾個字嘛 比如一個字 3減掉1 重複兩個零 類似有這種邏輯啦 那這 剛剛講的那個邏輯 會用到兩個函數 一個函數叫什麼呢 叫 REPT REPT 一個叫 LEN REPT 實際上 應該可以講就是 REPEAT的縮寫 REPEAT REPEAT意思說呢 你要重複什麼東西 重複幾次 那重複什麼呢 重複0 重複幾次 比如說兩個字 重複一個0 對不對 OK 後面這個地方 門號區碼 要補一個0 那這個要補兩個0 意思就是我要重複 幾個0 在 我的 後面那個門號區碼跟末碼 的前面 那LEN的話呢 是判斷 裡面有幾個字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只是說呢 可能大部分同學對REPT 跟LEN如果不熟的話 你也許 假設啦 你不熟這兩個函數 請你們先到前面有 有幾個工作表 可以做練習的 所以你如果REPT不熟的話 請各位 切到前面的REPT的這個 這個工作表裡面 先試試看好了 像REPT這個範例裡面 我們要重複什麼 重複新號 那根據什麼呢 根據 銷售量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重複 假設100 銷售量超過100的話 我給一顆心 200給兩顆心 那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用 函數的使用方法 1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 先練習REPT好了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中 因為 我看好像蠻多同學對 剛剛講這兩個 好像 還是不熟 因為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這個 這已經是第4班了 基礎班 那前面還有 進階班 還有高階班 那其實我還是在摸索 但 基礎班裡面好像有同學 程度比較好的 程度比較 稍微比較基本的 那當然這地方我還是在調整 所以等一下 假如你 覺得快或慢 或者是 難或易 你也可以隨時 再反應一下 那我們待會先 講先簡單的 IPD函數 比如說以這一題來看 我要產生幾個 信號 銷售量如果滿100 那就給一顆心 當然不是自己打上去的 而是用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呢 所以你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插入函數的話 請你在上面這邊有個fx的一個 插入函數1 2的話呢 請你在那個 這個什麼呢 類別的地方 選取文字 因為我們現在練習是第一個單元 是跟文字 與資料相關函數 所以請你找到文字的這個函數 然後呢 他會按照英文字母幫你把 裡面的函數幫你列出來 那請你找到有一個叫 REPT的函數 REPT 所以往下 R開頭的 會有個REPT OK 所以基本上 使用那個函數的流程 就是插入函數 挑你要的類別 再來找到你要的函數 那當然不要急著按確定 因為你可以看到 底下會有一些相關提示 他會跟你講說 下面是有一個說明提示 他說請你給我兩個資料 為什麼知道兩個資料 下面有提示 REPT 第一個呢 他會跟你講說你給我TES 那這個TES 顧名思義 給我文字 就是說你要重複什麼東西的一個文字 那這裡我們是要重複信號 所以你要提供給他一個信號 豆點的話呢 第二個就是Lumbertimes 意思就是說 你要重複幾次 那重複幾次的話呢 是根據什麼 根據前面的銷售量 所以我做一次按確定 他會給我兩個格子 一個是什麼呢 你的信號 有沒有 所以你就把什麼呢 告訴他說 我的信號呢 我是已經幫 已經放在哪裡呢 C1的儲存格 所以他會把C1的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呢 幫你搬到那個 我的TES 實際上當然你未來 你可以打個信號 這個信號其實 他不是一個圖 他就是一個文字 OK 他其實就是裡面的符號 也算是一個字 OK那就把這個信號 點擊 進來之後 第二個Lumbertimes 重複幾次呢 那根據銷售量 不過呢你如果點銷售量 他會產生 一堆 信號有158個 可是我不是要158個 100筆除以 所以這邊的話 就打一個除 除以100 那你會發現他只會剩下一顆星 那表示說呢 如果你除了100之後 158除以 除以100的話 他回來的結果 其實你在那個 這個視窗 這個視窗後面也會看到 1.58 實際上 這個地方他幫你除了結果 1.58 可是呢 他重複 幾顆星呢 他只會抓整數的部分 所以1.58 那個58呢 其實他不會管 他只會抓1 所以會幫你顯示一顆星 他不會說呢 重複1.58顆星 然後面會多 5.58顆星的這樣效果 沒有 他就是抓整數 不過比較精確的做法應該是 把那個 1.58 變成1啦 就是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所以如果說你要無條件捨去小數點的話 你可以用另外函數 加在哪裡呢 加在這個 這個 B3除以100前面加一個INT 在前刮弧 再把後面的後刮弧加一下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在 剛剛除完之後 本來後面是1.58 那你如果在 那個B3除以100前面加一個INT 前刮弧 在後面加一個後刮弧 那這個INT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幫我只留下整數部分 也就是說呢 把1.58 有沒有 那如果你把它刮一個INT的話 它會變成什麼 只留下1的部分 也就是0.58的部分呢 它會自動幫你把它 去掉 那這樣子當然是比較精確啦 不過其實INT這個函數 你在這邊做 沒有做也沒有關係 但是比較精確 如果說我們在做事 要實事求事要精確的話 還是加一下INT會比較保險一些 因為未來 可能你工作裡面呢 也許會遇到就是說 希望把小數點 無條件捨去掉的這個需求的話 那你要記得你可以用什麼 INT函數 所以這邊的話 做完之後的話 大概就長這樣按確定 不過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你可以發現它會自動判斷一個 可是呢 其他的話呢 當然 我們公式是一樣 所以下面的部分呢 你可以向下填滿 可是向下填滿的話 把這個自動一下 向下填滿的話 你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你現在向下填滿 一定會發生錯誤 為什麼會錯呢 因為 你參考到的那個 星號 它的位置是在 C1 對不對 那如果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有沒有 特別注意 ECL裡面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它的那個 指定的這個 C1 1 有沒有 這個 列號會自動幫你加一個 就是向下填滿的話 1會變2 2會變4 只要是儲存格 它向下 就是會 把列號加1 那如果向右的話呢 就藍號加1 向右的話變C變D 變1 意思類的 有這種固定的概念 所以呢 如果我希望呢 向下拉不會改變的話 請你記得怎麼樣 在1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SHIP加上4 那只要在1的前面加就可以了 C的前面不用加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有錢之後的話 就把他鎖住了 固定住了一次啦 所以如果員工要走了 就給他加薪就好了 給他錢 對不對 他就不會跑掉了 類似 不過這只是舉例啦 就是前面加個錢 那他就會鎖住 那一列了 向下拉的話呢 就不會變2 變3 變4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他向下填滿 那答案就做出來了 OK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那 細節部分 應該 請各位試一下這個REPT加LEM的使用方式 那 最後的結果 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講義裡面 你們講義好像有一個很大的畫面 以最後 完成的畫面 我有幫各位截圖下來 那 請各位利用我剛剛講的這個步驟 分別 使用REPT來完成 這個步驟